大家好,欢迎收看ACY西万证券近日市场分析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Peter 随着美国个股1月份期权的结算 散户抱团逼空的大戏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逼空源头GameStop的股价在上周五保持了高位 收盘爆325美元每股 对于目前的市场而言 GameStop的股价真实价值 以及公司实际经营已经不再重要 要知道股价的涨跌并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有实质上的影响 现在看的就是多头与空头谁的弹药或者说资金更加充足 在上周五的期权结算后 看空期权不降反分 倍数达到了140% 被卖空的股票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了市场中流通的实体股票 然而散户的看多情绪却愈演愈烈 社交网络的传播能力使得多头的力量持续增长 空头不进多头不止这句话比较适合目前的市场 不再逼死几个做空机构很难满足散户目前的狂热情绪 我们将由Wall Street Bets论坛引发的上涨股票统称为WBS股票 伴随多个WBS股票的上涨 散户的力量被逐步分散 同时多杀多的现象也将悄然而至 目前的股市就像击鼓传花的游戏 现在做多的账户总是需要平仓的 最后接手的散户将会成为最大的输家 受到这次散户逼空的影响 全球股市都呈现了大跌的现象 美国标普的11大板块上周五更是全线收跌 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机构投资者 需要对认估期权进行补仓 另一方面是散户将资金转移向了这些热门股票 我们认为这次的全球股市走弱 与2008年的大空头有本质上的区别 美国股市仍保持了价值层面的支撑 需要留意今日拜登的演讲 据报道 拜登将针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签署多个行政令 这是拜登上台后首次针对外交政策进行演讲 从标普月线图来看 整体的上涨趋势还未被打破 受到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影响 指数保持了16年开始的强势上涨格局 同时受到了疫情与量化宽松的影响 指数政府扩大 并在不断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 触及了上方趋势线 目前受到了趋势线压制后 短线回调 要突破上方的趋势线 还需要更多的财政宽松利好消息 考虑到拜登的1.9万亿刺激方案受阻 共和党仅希望通过6000亿的规模 短线股指价格仍会缠扶在趋势线下方 等待向上突破的动力 指标方面 油穷力量指标虽然有所回调 但注线仍然保持高位 所以对标普指数保持长线看多 从标普日线图来看 K线在中线趋势线上方受到了支撑 同时也触及到了不灵带的下沿 下方支撑力量较强 今日早盘的K线形成了较成的影线 是典型的反转信号 整体来看短线看多的点位 入场多单需要等待收线 如果压盘时段能够在3700上方站稳 那么就是短线做多的机会 指标方面 RVI线与信号线逐步下行 并穿过了零线 RVI线有形成拐点的可能 如果指标形成了金差 并通过零点 就是较好的入场多单时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日关注数据 欧元区有1月份制造业PMI 12月份失业率 美国方面有1月份Market制造业PMI 以及12月份营建支出月率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